T1直籃聯盟在今天迎來台北大巨蛋的初體驗 由中信特工對上台北戰神展開兩連戰 那麼這也是台灣籃壇史上第一次來到大巨蛋打球 不但邀請了日本巨星歸離河野來站台之外 首戰的票房更是超過1.56萬人 這回黃山軍不喊炸烈改喊Defense 台灣直籃首次攻擊大巨蛋 球迷們坐在地野區 改看籃球初體驗 視野如何呢 突然 怎麼突然是棒球場來打棒球 來打籃球 對 但後來其實實際竟然覺得 好像也滿合理的 好的視野非常高 然後空間感非常的舒服 也許棒球應援傳統啦啦隊 不只在場內熱舞 這回同樣站上應援台 讓直籃球迷們也能近距離感受 法鄉第一排 這一次能在大巨蛋打籃球 真的不容易背後浩大工程球團 搶先曝光 最怕的就是球場壓壞草皮紅土 特別做了保護措施 為了符合正式比賽的木地板跟籃框 直接從新莊送進巨蛋 光是舉辦兩場籃球賽事成本 就超過一千萬 太大啦 然後後面棒球場完全不搭 好像有先鋪一個保護草皮的 然後再搭那個木板 對 然後這是一個很XX的動作 浪費錢 打棒球就好了 籃球就有籃球場嘛 不要花這種錢做一個無味的事情 雖然不少直籃球迷們對此氣噗噗 但是還是很好奇買票進場 讓直籃也成功 趁了這一波大巨蛋熱度 衝出票房夾機 熟場賽事中心特攻對上台型戰神 15600個座位全數滿座 寫下台灣直籃史上新紀錄 主辦單位中場還請來 日本偶像男星龜立何也替直籃站台 最後把焦點轉到球場賽事 直籃大巨蛋歷史性首刻進球也出爐 由台型戰神黃聰漢投進三分球開張 但最後仍由中進特攻以7分差 摘下大巨蛋首勝 就這麼報道